但是現在已經很煩惱了 你要等明天 搞什麼 我從一大早等你們 等到隔天的笑 大家好 我是陳迪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過去十幾年在旅行的故事 第四季 我有一次就是在哈薩克比賽的時候 我一去打挑戰賽 然後打第一輪輸 然後第一輪輸就 買了機票就回台灣這樣子 那我從阿斯塔納 飛到他們的首部阿瑪提 然後在阿瑪提準備要出關的時候 要填就是因為入境的時候要去填 出境的時候還要去填 我就簽名把出境也填完了 他告訴我說 我並沒有蓋章 我說蓋什麼章 他說 哈薩克網協應該幫你蓋一個章 所有的選手你們當入境的時候 我說 他並沒有要告訴我 然後他說 你沒有這個章你便要出去 我就試著在當下跟他一直去擾 一直去拗 所以說我的機票已經訂了 而且其實哈薩克非 那時候是非韓國韓國台灣 其實是一週只有三班 那我心裡知道 如果他那時候不讓我去的話 我必須等兩天後 那其實訴求信息很不好了 那我那時候只想告訴他說 拜託你讓我去 你要 如果你要我付錢給你 我也願意付 然後他說這個 他說這不是錢 因為規定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是半夜兩三點的飛機 我等到隔天早上八點 打從首都阿瑪提打上去哈薩克 跟他網友說 我沒有這個章沒辦法出去 然後後來那個哈薩克的網友說 真的 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會 我們會 去做這些補償 他說你等我們 我們有人會去接你 就聯絡阿瑪提的網邪的人 我從八點等到九點九點 打給他們十點 等到中午都過了 他們人都還沒來 我真的是火大了 我的機票也飛了 我說你明天要去陪我 配我機票跟我這些損失 然後後來 等到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他們有兩個人 三站來遲 兩個年輕小夥子 他說 喔 我這個章要去 阿瑪提的首都的警察局去蓋 因為 之前那地方來不及蓋 然後我說 好那我們現在去蓋 然後他說 但是現在警察局已經關了 你要等明天 搞什麼 我從一大早等你們 等到隔天的下午 結果我的章也來不及蓋 那 那 變成說最後都是我 後來 變成說等到隔天 我又住下來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 身心都很累 本來是 半夜要飛嘛 然後等到隔天 一整天都沒有 於是再住一晚 一大早 蓋了那個章 付了兩百萬美金 我在飛 當天 那個晚上的飛機 去台湖 所以應該是說 大概兩天 對兩天 那當然呢 哈薩克的網鞋 後來不聊聊的是 我請他 叫他賠償 他當然也是 不理我 後來我去哈薩克 他們對我都非常的好 因為知道 當初 並沒有把事情弄好 也知道是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 的錯 但是也因此 其實也交到一些哈薩克的好朋友 因為 像每次我自己要去辦簽證啊 辦什麼的 他們都 他們那個 全哈薩克的網鞋都知道 因為當初沒有幫我做好 所以我後來我去哈薩克 其實都滿容易的 那其實 不只哈薩克的網鞋 跟哈薩克的打學的朋友 其實後來我去哈薩克 都很清楚該怎麼做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 好